9月12号美国国会举行一场 题为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的器官的听证会 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上周二特地飞往美国参加听证会 乔高表示一些和他一样想法的人都希望看到中国民主化 而这就必须先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些罪行 写新的活摘器官艺术的联合作者 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在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的器官听证会后 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时表示 美国国务院在2012年人权报告中承认了这件事 他专程参与听证会就是要帮助制止这个罪行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祥春博士指出 一旦揭露这项前所未有超出人类极限的罪恶 就显示中共的执政没有合法性 这将使中共政权走向垮台 他就必定要遭到其他中共官员的反对 包括所谓血债棒 因为他这样一做大家都玩了嘛 他在同一条责战上面 所以说我们是不可能指望 中共内部能够有来出来阻止这样的事情 他只能是自救自己退出中共 然后有一个未来或者是披露活着的事情 温家宝这段确实表现出有良心的一面 但是从他的历史来看 他也无能为力 镇压法轮共是江泽民独裁者 他一个人决定的 温家宝当然不会赞成 我看除了江泽民这种没有人性的人 都会赞成他这种做法吧 顾景道跟温家宝都要下来了 习近平上台我看还好一点 那温家宝他这个下载以后 他当然还可以发表言论 还可以起作用 还要靠中国自己的老百姓 转民观察 海外民主国家的施压和中国上下的推动 三方面都在慢慢成熟 如今形势一直朝向好的发展 这些力量集中起来 中国就有了希望 新唐记者梁欣 李月采访报道